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抵达这边的百花园 那这边除了有杜鹃花之外 旁边也种植一些花花草草 看起来有英式自然花园风格的感觉 那如果你在往里面走一点点 沿着步道走 旁边也都有满满的杜鹃花 提醒大家 现在正是大安森林公园杜鹃花满开的时候 要来的话要尽早咯 至于在今天整体的天气方面 一起来关心 今天清晨最冷的出现在 新北市的石门是只有14.7度左右 另外呢 上市在整体的基隆7度 也是只有15度的低温 台北桃源 新竹这些空旷地区 清晨低温差不多也是只有15度出头而已 今天整体的各地天气 也帮您做一个小通整 今天来说中层的云系 还是稍微比较偏多 所以包含了像是在北部地区 东半部地区 云量还是稍微比较多 所以要保有这个灵星 偶尔飘雨的几率 那不过呢 至于在中南部地区 白天天气状况还不错 高温可以上海到了27度到28度左右 至于今天的空气品质也要特别留意 包含了像是在中南部 那另外云嘉南地区 有些色站声亮起了橘色提醒 敏感族群朋友要特别留意一下空瓶的状况 未来几天的天气 重点因此来关心 北部地区大家要留意 因为从礼拜六的时间开始受到封面的影响 北台湾呢 就会变成这种湿湿凉凉的天气 温度上面大约是来到了15到19度左右 那至于到了礼拜天的时间 风面远离 但是呢 迎风面地区还是有直步阵雨 到了下个礼拜一礼拜二的时间点 又再度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北台湾又会开始转为是这种湿凉的天气 至于在中南部地区来说 白天高温都是可以上看到了27还有28度 还是可以看到太阳露脸 但就是清晨晚上时间点比较凉了 低温都是只有10度出头 要注意日夜温差比较大 我们下期再见